这里开火堂北美时间2021年7月12号的下午 我们接着讲塔利班的历史 刚才讲到的他们炸毁巴米扬的那个大佛 世界上早就知道塔利班早在1994年11月 当时他们保护一支试图打开巴基斯坦与中亚贸易的车队 而一举成功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这个好像不在 2001年911事件后 在美军式打击下塔利班政权垮台 一些残余转入山区 此后其长期隐藏于山区中 从2006年开始通过鸦片贸易东山再起 并从北约手中夺回阿富汗南部地区 目前塔利班政权重新占领了70%的阿富汗领土 2007年因绑架并杀害韩国人子再次闻名 2010年5月28号 巴基斯坦两座清真寺遭自杀式炸弹袭击 导致56人死亡 100多人遭绑架 有媒体称塔利班组织宣称对此事负责 下面还有一张图 我们看看这张图写画的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阿富汗喀布尔 这是一张 这张图 看到没有 这个距离南部 当然是一个崇山峻岭那块了 南部 接近巴基斯坦那块了 南部在巴基斯坦 它的西部是伊朗 对吧 南部和东南部都是巴基斯坦 卡布尔靠近这块 这个要再下去 你就要看具体的地理图 地理图才能知道更清晰一点 发展历史 阿富汗虽然只有约2993万人口 2007年的普查 1月的普查 却有20多个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各民族又分为若干个大部族和集团 下面又分成众多的小部族和家族世袭 由于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经济文化落后 各部族间相互隔绝 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 这个我们讲到 这就是为什么叫原始 老死不相往来 封闭了天然的方式隔绝在里面了 所以它就会自然的形成部落文化 所谓的部落文化 就跟我们讲的家族文化是一样的 大家记得 什么叫部落文化 就是家族文化 由于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经济这要落后 部族的内部事务 由各自的首领管理 而且大多数部族 拥有自己的武装矛盾 错综复杂 这个就跟过去我们的一个村庄里面的庄园 同性 你这叫宋家庄 他叫张家 那里面 然后自己的家丁 都配备武器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理解这个 就明白这个道理 普什图族是阿富汗最大的民族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 普什图族的在军事 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 普什图族与非普什图族之间的矛盾 一直是阿富汗主要的民族矛盾 阿富汗武装派别 塔利班在普什图族 与是宗教学生的意思 也就是宗教学生的意思 也称学生军 因此塔利班又被称为伊斯兰学生运动武装 其骨干成员多来自宗教学校或受过培训的阿富汗普什图族难民 这就是一个 大族 我们讲到这一点 跟他这个普什图族的关系 这就是更了解到他的细节 塔利班是1994年8月在阿内战不休 派系割据的背景上诞生的 这个我觉得好像不对 塔利班这老早就诞生了 老早就是抗苏的过程当中就诞生了 后来的这个过程他是正式的给自己的命名之类的 可能是 代表普什图族的利益 属伊斯兰教逊尼派 信奉原教旨主义 致力于建立世界上纯粹的伊斯兰国家 由于塔利班当初提出铲除军阀 建立和平稳定的伊斯兰政府的主张 很快赢的阿富汗人 特别是普什图族人占国内总人口40%的拥护 塔利班成立时只有800多人 这又是这一话了 之后迅速壮大 战场节节胜利之类的 96年我们讲到这个 塔利班政权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组织结构严密 塔利班总部设在坎达哈 这都是网友从不同的地方挑出来的 我估计有时候不符合现在的情况 我们大概讲一下 通过这方面讲到他的一个背景 画出一个全景 最高领导人为毛拉穆哈默德奥马尔 最高决策机构是大协商会 大协商会议 大苏拉成员约50人 常务委员会7人 研究并决定重大问题 奥马尔是大协商会议 及其常务委员会主席 最高执行机构是设在 喀布尔的部长委员会 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下车国防外交内政等20个部 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内 全面推行伊斯兰法实行极端宗教统治 塔利班颁布政令禁止电影电视严控娱乐活动 男人必须续续续 女人必须蒙面 不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就业 为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这个原则来讲 就基本上是部罗制度 是传统的非常那种原始的部罗制度 这样的国家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出息 我们讲的没什么大 对现代文明是脱节的严重的很 所有的东西都是基本上是原始的一个状态 发展现状 目前塔利班主要由占领阿富汗人口 40%左右的普什图族人组成 而普什图人又有不同的地域和派别之分 塔利班中间力量是来自坎达哈的杰尔杂伊普什图人 巴基斯坦记者艾哈迈德拉西德 在他的著作《塔利班》中写道 早在塔利班攻下喀布尔之前 奥马尔就曾在坎达哈召开了一个 由各部族首领伊斯兰教宗教领袖参加的大会 并接受了信徒的领导者的称号 这个是谁啊 这是2016年5月21号 塔利班领导人毛拉、阿赫、塔尔、莫哈、莫德、曼索尔 在美国无人机对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边界的一个地区的空袭中死亡 这是另外一个 奥马尔好像已经死了 就剩下来的这个 2019年1月26号 美国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谈判 双方就实现阿富汗停火等问题取得重要进展 18年8月塔利班武装人员曾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的一条公路上 劫持130名人质 12月2号塔利班武装人员在该国北部 萨曼干省境内劫持了至少40名卡车司机 这个里面又提到了 是不是提到这个像萨达姆的东西了 跟他们什么关系 穆斯林那块地方还是比较落后原始的地方 历史于近年走进阿富汗的国家 几乎都是损兵折将一无所获 与一个恐怖组织塔利班做生意是危险和愚蠢的举动 苏联人呈花巨资扶持清苏的塔利班塔拉基政权 此后部长会议副主席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哈菲佐拉阿明 与塔拉基之间矛盾日益计划 阿明逮捕了清苏的塔拉基 但是阿明的上台直接触犯了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攻入喀布尔 处决了阿明 阿富汗战争由此爆发 苏联撤兵阿富汗两年后 苏联撤兵阿富汗两年后 1989年撤兵的时候 这个里面是阿富汗的 这个是军服 应该是苏联可能是 是苏联的军队的 这篇文章组织的不是最好 但是比较凌乱 我们也没来得及省 我们就把它弄出来 近期美国宣布将在今年9月11号 彻底撤离全部驻阿富汗美军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7号表示 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的两年内 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极端组织 可能会在阿富汗卷土重来 从而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 那块就是一个大火要通 美国撤离以后 让他们自己去折腾吧 下面一个我们看看 这个是阿富汗妇女带枪上阵 以做好战斗准备 这是来自于一个抖音的内容 阿富汗中部和北部 不少女性拿起武器走向街头 高喊反塔利班口号 他们表示以做好战斗准备 这个是讲到的他的内部 他们是目伊斯兰国家内部的区分分离 另外这个是我们看看网易新闻 40万军队损失惨重 阿富汗请求印度空军轰炸塔利班 印军真的来了 这个可不一样 这是一篇文章 后面我们看看 来得及我们后面有两篇文章 我们给大家念一下 看看阿富汗的局势发展到什么程度 所以中共还别 中共就想去搅浑水 但是搅浑水的话能得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估计都够强 这里面是谈到的40万军队神 他说据印度斯坦时报网站报道 阿富汗希望印度美国 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富汗军队 特别是帮助发展阿富汗空军 对塔利班进行打击 阿富汗驻印度大使 法里德马蒙扎伊 已经承认阿富汗局势的 的确非常严峻 这个是他的 我们看看他是啥意思 据观察者网报道 根据塔斯社7月90报道 阿富汗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哈姆杜拉穆西部 接受俄罗斯24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阿富汗政府呼吁外国伙伴 对该国提供技术支持 对抗恐怖主义进攻 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 但是并不包括临近阿富汗的巴基斯坦 我们呼吁我们的外国伙伴们 帮助我们的防御力量和安全部队去对抗恐怖主义 穆西部在电视直播中表示 阿富汗政府希望外国力量不要干涉该国内政事务 我们欢迎所有外国伙伴们提供的技术援助 当然是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 他强调和平与稳定 只可能在地区各方合作的基础上实现 但临近阿富汗的巴基斯坦 却并不被这位阿富汗政府高官视为伙伴 巴基斯坦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帮助共建和平与稳定 并且成为中亚和南亚联系的纽带 他们说正在这样做 但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他们在继续支持塔利班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维护和平的进步 墨西部表示 希望巴基斯坦帮助阿富汗建立和平进程 而不是试图帮助塔利班将其统治强加于阿富汗人民 BBC报道称在塔利班掌权阿富汗期间 只有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酬长国承认其合法性 而巴基斯坦也是最后一个与塔利班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 新环社2020年8月曾报道称 巴基斯坦发布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成员的金融制裁措施 包括塔利班首席和平谈判代表阿布多勒加尼 巴拉达尔 以及多名隶属哈卡尼网络武装组织的成员 根据塔斯社8日报道 塔利班代表团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与俄方讨论启动阿富汗内部谈判的前景 塔利班表示 愿在阿富汗实现和平 塔利班一名高级成员9日在莫斯科表示 他们已控制超8成阿富汗领土 这些地区全部行政机构和医院继续运转 目前正与阿富汗政府谈判 波西普9日在电视直播中表示 关于解决塔利班在阿富汗国内的局势的问题 不对俄方报应特别的西方 我们希望与各方明确威胁来源 以此明确各方工作 我们可以在双方和多方框架下协同合作 比如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马利亚扎哈罗瓦9日说 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大约三分之二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地区 此前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如果阿富汗的武装分子袭击邻国塔吉克斯坦 那么独连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将立即考虑提供帮助 塔斯社在9日的报道中补充到 今年4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撤军后 阿富汗国内安全形势急转直下 这7月6日美军宣称已完成总撤军进度的九成工作 北约其他国家部队一大规模撤出阿富汗 趁此机会塔利班在阿富汗大去进攻 并威胁到周边国家和地区 而墨西部于7月5日曾表示 阿富汗政府军计划在塔利班正夺取的北部地区 发起反攻 说白了美国撤军他就是不去搅浑水了 中共就想借机去搅浑水 我们讲的这里面 下面还有一个阿富汗方面认为 虽然阿富汗军队有40万人 但是战斗力比较低 损失很大 阿富汗军队现在唯一的优势空中资源 如果阿富汗军队有15到2架米格35武装直升机 或者30到40架黑鹰武装直升机 那么塔利班军队将无法守卫任何地方 不过在7月11号 印度空军队阿富汗援助的第一批武器弹药 已经抵达阿富汗 印军C-130运输机将超过80吨弹药 运输到喀布尔和肯达哈 这里忽悠印度空军出动 这是忽悠印度空军出动 印度陆军航空兵 只有重量不到5吨的国产小型印度 爆和一些轻型直升机 印度空军才有米8直升运输直升机 米35攻击直升机和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在武装直升机方面 印度空军有15架米35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22架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之类的 印度计划在2022年给印度陆军13个军 每一个军增加一个直升机大队 这个我们就不看 看它主要是对阿富汗它的影响 不过这很可能是一个套路印度一被吹嘘 直升派了15到2架直升机就赶去阿富汗打仗 就算进了陷阱了 当年在斯里兰卡也是如此 斯里兰卡打不过泰米尔游击队 就邀请印度去 一顿吹嘘后印度一开始派了突击队去 刚刚打了两下感觉不错 最后的时候印度去了10万人到斯里兰卡参战 结果被泰米尔游击队打得焦头烂额 就连当时的印度总理小甘地都被泰米尔游击队炸死了 这一次阿富汗又开始忽悠印度南亚小霸王去阿富汗当挡箭牌 就看印度人上不上当了 印度斯坦时报说 在2019年11月的时候说过 阿富汗并不欢迎外来者 但这种厌恶并不会影响印度 阿富汗能喜欢印度 在2015年12月的时候 莫迪访问卡布尔并为阿富汗新议会大杀减彩 阿富汗人民欢迎了他 并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印度人民的友爱 如果印度继续保持这样的迷之不幸 估计很快就会被对阿富汗进行军援 进而是米35武装自尊机部队进入阿富汗 最后是大批步兵进入战区 一步一步的进入到陷阱当中 因为印度是阿富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 在阿富汗有大量的投资 同时可以拉拢阿富汗加基巴基斯坦 一旦亲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夺权 那么印度20年的努力就会全部复制一举 所以阿富汗求援都只找印度而不找巴基斯坦 阿富汗大使马蒙扎一说 阿富汗呼吁俄罗斯印度 伊朗和印度为阿富汗军队提供所需的空中资源 就可以压制住塔利班军队 不过就想靠15-20架武装自身机一个几百人的航空大队就想压倒塔利班 无论是阿富汗还是印度人都是想多了 这个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是杯水车薪 关键这里面是一个 本身塔利班代表的是在阿富汗的是占大多数人的一个群体 另外他后面有中共通过巴基斯坦大量的援助军火 这个就很麻烦 只要是外国现在国际上的大国一参与进去 那双方这样打的没完没了 我们讲到没完没了 但是印度介入的估计这样的话 就是中共想通过阿富汗来再钳制一下印度军队 我们讲到避免印度对中国施加压力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更好更重要 下面一条是讲到了印度要参战的大批印度飞机 满载武器抵达巴基斯坦 巴铁向边境增兵 巴铁向边境增兵 那么双方是不是要挑起这样的大战 这样的话就可能缓解了中共在西部的压力 中共在西部的压力 我们听一下这个 尽管印度目前国内疫情仍在持续 因法令问题和民族矛盾 多个帮持续爆发抗议活动 但这并不能阻止印度想要充当南亚霸主 乃至亚洲霸主的野心 最近几个月来 美军撤离阿富汗的计划 正在以超出外界预期的速度进行 这就给整个阿富汗带来了空前巨大的权力真空 许多势力都想来分一杯羹 而印度正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 自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以来 印度就一直积极地参与阿富汗事务 如今 美军撤离的意图十分坚决 印度坚信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自5月1号美国开始执行撤军以来 折服已久的塔利班组织开始攻城掠地 从5月初至今 塔利班已经从阿富汗政府手中 夺走了80多个地区 而整个阿富汗政府军方面 对于塔利班的进攻显得束手无策 尽管未来阿富汗的局势还不太好预测 但是塔利班势力将在未来的阿富汗国内占据重要地位 这已经是肯定的了 不过这就苦了印度 当初印度为了在阿富汗分一杯羹 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对北方联盟和后来的阿富汗政府给予鼎力支持 然而 现在阿富汗政府面临多重困境 将来与塔利班组织分享权力 甚至直接被推翻都完全有可能 若局面真的到了这般田地 就意味着印度多年来 对阿富汗的投注全部打了水漂 血本无归 而这是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印度一直在积极推动与塔利班展开对话 早在上月月底印度媒体印度时报就报道称 印度政府正在组建一个由外交官军官和财政官员组成的代表团 前去阿富汗与塔利班组织谈判 而据该媒体的最新消息 这一代表团已于近日抵达阿富汗 并与塔利班的有关负责人展开了谈判 尽管双方的谈判内容高度机密 但是据消息人士透露 印度政府希望以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性 换取其停止对巴基斯坦武装组织的支持 从而减缓印度在西部边境线上的压力 事实上 若印度政府开出的条件真的如此没诚意 那么这场谈判很可能以失败告终 首先 二十多年来 印度给予北方联盟和阿富汗政府鼎力支持 为塔利班组织造成了不少麻烦 因此塔利班一直对印度有着浓厚的敌对情绪 其次印度给出的价码太没诚意 不是真金白银的实惠 而是承认塔利班的合法性 这种虚无缥缈的口头承诺 何况印度的国际号召力十分有限 印度的承诺又能给塔利班带来多少实际性的实惠呢 因此这种没有实际性回报的条件 塔利班恐怕不会接受 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场之称 两百年来 英国苏联美国都在这里碰得头破血流 最终都灰溜溜的离开阿富汗 印度在自身内部矛盾不断 外部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却将在局势错综复杂 势力盘根错节的阿富汗纵横百合 实现自己独霸亚洲的梦想 实在是太过自信了 如今印度想要拉拢阿富汗 恐怕得付出不小的代价才行 这个事来自于中国官方的报道 我们听一下就可以 听起来那么印度他这么干 他有多大的底气 我们下面啊 他媒体报道 现在阿富汗正在请求印度 俄罗斯和伊朗对阿富汗进行保护 对抗塔利班 那么为什么阿富汗军队无法对抗塔利班呢 并不是塔利班战斗力有多强 塔利班战斗力其实很弱 在最近五年在阿富汗战场的美军 平均每年的争亡人数不超过15个人 甚至很多的时候不超过10个人 他说塔利班是真正厉害的是 塔利班代表了保守势力 因此受到了阿富汗农村基层的欢迎和支持 那些世俗化的政权 那些解放女性 让女性到外面抛头路面的行为 还有那些不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 其实都是保守势力最反对的 因此塔利班受到了 占人口多数的基层保守势力的欢迎 再加上塔利班纪律森严 而阿富汗军队那些军阀们 则根本无法约束自己的士兵 这就更加导致了阿富汗 普世图人更加倾向于塔利班 那些纽约旧金山城市自由主义 出身的美国官僚 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保守主义的巨大威力和凝聚力 说白了就是传统的一种观念 我们讲到的就是男性社会 越是落后越是父权社会 父权社会等级出来这个 塔利班哪怕不战斗 外国军队也待不住 因为在阿富汗64万平方公里 山区和戈壁 维持军队驻扎 需要的经费是在其他地区的10倍以上 而且收益是零 塔利班可以在村子里晃悠100年 啥也不干 娶媳妇生孩子一代一代 也一样活得很好的 但是外国军队驻扎 不要说100年就是10年财力都要破产了 苏联军队当年可以超级军事大国 也才具备一天运输1500吨 最多3000吨物资的进入阿富汗的能力 只能维持勉强维持两三个私的日常活动和战斗训练等等 因此印度就是答应阿富汗要求进入阿富汗也打不过塔利班 并不是塔利班真厉害 如果进行正规战 印度军队很快就可以消灭塔利班 但是如果塔利班只进行小范围袭击 那么印度军队就必须分配在阿富汗近400个县进行控制 否则就只能困守大城市 塔利班其实用不着都不用进攻 只要没事想几枪就可以了 印度完全没有能力维持一支军队在阿富汗的后勤 出动几千人几万人不管用 出动20万30万人印度后勤压力将会直接导致财力崩溃 而且最近两个月塔利班主要就是夺取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 巴基斯坦苦涂曼斯坦和伊朗的边境口岸 这是为什么就是部署好陷阱 等着有人跳 塔利班夺取了这些边境口岸 实际上就切断了各国可以援助阿富汗政府的通道 就是这个 这样向阿富汗驻军或者阿富汗军队进行补给就必须空运 那么阿富汗就彻底变成了一个无底洞 谁进去都无法自拔 因为阿富汗局势的发展 以及阿富汗已经邀请印度出兵 印度出兵 印度C3-130和C17运输机正在将大批武器弹药运输到喀布尔 现在据报道 已经有超过80吨火箭炮炮弹 迫击炮和其他弹药抵达喀布尔 印度已经与塔利班公开翻脸 援助阿富汗军队抵抗塔利班的进攻 因此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发言人巴巴尔伊弗蒂哈尔11日报表示 巴方在加强于阿富汗边境的安全措施 两国90%边境线被防护来保护 巴基斯坦军队正在向边境积极 虽然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关系不错 但是也要防止大批毒品和枪械弹药 从阿富汗流入巴基斯坦 更要防止印度军队突然进入阿富汗 哪怕只是空中资源 这个是双方之间一国之五 说白了他们都是一个同样的 一个所谓大信仰下面的不同的分子 说白了那些都成为他们的幌子 他们借用伊斯兰进行内部的控制 对外他就不叫唤了 如果对外叫唤就不会分那么多派 不会相互之间成杀了 所以他们这个信仰都是 我们讲起来就是假的 这个里面提醒大家一点 OK这是讲到的是阿富汗的一些情况 阿富汗的历史这些情况 那么这是在西边 如果那边一开展了 把印度也卷进去的话 那么那边就热闹 中共就是能够喘一口气 西亚地方就能喘一口气 我们讲那块对中共的压力 其实并不大 因为那些都比较国力都比较弱小 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东边 我们讲的东边和南边 还有一个内部 14亿人的一个状况 这是希望大家了解 但是这块呢 就等于是不是意味着 DiQ开始清理 一步一步的清理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也就是集中力量 消灭更重大的敌人而已 OK这段我们就播到这里 下面我们看看南海会首当其冲吗 无可调活的中美关系 中美